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新浪热搜 今天是2023年的9月6号 我想改行啊做这个情感主播 到现在啊也没有一个情感的话题 有人找我 那今天呢就是热搜榜 搞笑吧这是 一个孙子或者一个儿子 给他爹给他爷买了一杯啊 就是瑞幸咖啡混合茅台厂出品的 是茅台酒还是这个 白酒不清楚 现在也没搞清楚 反正就是白酒会混茅台 我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聊在志义里面 讲了比较多关于这个 酒里兑水的这个故事 好像是讽刺和挖苦 酒鬼 以及呢 酒里兑水嘛 这个问题 他这算个算个假货 好像有点讽刺和挖苦这个事 啊 现在我们向酒里兑水呢 变成个高科技了 是吧 这个孙子呢 买了杯咖啡 给爹喝 爷爷喝 是吧 你看这个表情 第一口一喝 这爷爷这表情亮了 这是什么玩意 说不出来的难受 是吧 你说这是酒啊 这是咖啡 这是什么玩意 也俩啊 关键词呢 就是一杯咖啡呢 让两代人沉默了 是吧 像酒里兑水 兑出高科技的感觉了 评论 中药加白酒 说现在有人有中药味可乐 也不知道什么玩意 我看他们评论在那里 这什么 说样子 俩俩对磕一个吧 爱喝茅台的 和爱喝咖啡的 都沉默 喝咖啡的说 这玩意怎么这么辣 喝酒的说 这玩意咋这么苦 看他老爷爷的表情 那个小猫咪都已经开始 巴拉猫沙了 哪里 哪里有个小猫咪 要巴拉猫沙 我怎么没看到 没有一个视频 视频就别放了 我觉得视频放了 视频放了就那个破坏效果 要给跑车 谁给跑车 今天得辅导孩子写作业 去辅导吧 跑车 跑车是多少钱的礼物 悠着点 兄弟 也悠着点 我觉得你们不要给我刷礼物 别这样 就是提问题才好一点 提问题真正的是捧我 但是刷礼物也挺捧的 这个我的 我的心里过不去 这个兄弟们 我们弄问题 弄得心情舒畅了 弄得高兴了 然后你给我刷礼物 我也受之无亏呀 是吧 我没关系 我继续